动见意识底层 全是上古时期的生命哲学 最新鲜的中国文化节目 国学堂 梁东和你一起重新发现中医太美 是的 重新发现中医太美 大家好 欢迎收听今天晚上的国学堂 依然是和后浦中医学堂堂主徐文斌老师 继续来学习数问金贵真言论篇第四 徐老师好 两种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是的 徐老师我们上一次的时候 就讲到了冬气者并在四肢 我们讲了冬天容易动手动脚 对 不是活动的冬 冰冻的冬 冰冻三十 人容易在手脚上长了一个冻窗 冬天人的阳气收敛到身内 身躯内 所以四肢肢体的气血就不太足 所以人得穿个厚袜子 厚皮靴 戴个冬手套 保护自己的枝端 末梢 就我们讲完了 反过来看 是不是四肢的病也跟某种东西有关呢 反过来不能这么退 两个轱辘的摩托车俩轱辘 你不能说俩轱辘都是摩托车 对 因为当人紧张的时候 突然就是说需要心脑强烈需要供血 那时候人的手脚也会冰凉的 你说这时候是冬天吗 抽烟的人 凝神专注思考要写文章构思一抽烟 手脚也是冰凉 那会儿学跑哪去 所以有人说知识分子会得脚气 我估计的原因就在这里 主要是气血都到心里面去了 心脑里面去了 共心脑激发灵感了 所以它末梢循环就不好 这就是不能倒推 对 好 这个有什么要复习的 您觉得是复习这样 就是回答大家几个问题 就是说到了我们说的天有八风 金有五风 很多人说你这个金有五风怎么没讲 对 对吧 金有五风 我们说了天 就是东南西北以及其家角刮的这个风呢 触动了人体的五脏 产生了一种共鸣和共振 使某一脏得到加强 使某一脏得到了削弱 这时候呢 它成为一种内风 外风引动内风 我们一共五套系统 五脏 所以呢 它说五脏产生的不正常的这种波动 或者是震动 就叫金有五风 是这个道理 就好像你看光 里面成分很复杂 但是经过三棱镜折射以后 转化成七种颜色 是吧 世从黄利 秦兰子 对 它原来不管有多少频率 多少震动 经过三棱镜折射 它就分成了七种 就是我们把它分成七色光 对 就是说东南西北 以其夹角刮来这八种风 不见得在我们身上就会出现八种风 触动了不同的脏以后 会产生不同的风 我们有的叫干风 是吧 干风内动 有的人手会震颤 眼皮会跳 我们说这干风 还有人我们说失心风 就是突然神志出现错乱 这叫心风 还有肾风 还有痞风 还有肺风 都有 这就是我们回头说一下 有的观众提这个问题 有听众提这个问题 那有两个问题 第一个就是我的问题 第一 传说中眼皮跳 要不是左眼跳 再右眼跳 这个从中医的角度来解释 是怎么回事 这是睡觉时候受风 它不是你本意 或者本心想要的抽动 是一种外力导致的 其实是受风了 受风了 肯定身体不好 所以导致的 就出现了这种 不由自主的这种跳动 跟预测什么 有灾 或者是有财 我个人没有关系 那还有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说 痛风和中风 到底痛的风 这个所谓的痛风 那到底是痛的什么风 因为这个问题 我比较关心 是这样 这个风 我们把它说是一种 治病的因素 说的是外因 我们叫六因 中医还把就体内的一些症状 就身体表现出来的一种病痛 或者体征 或者症状 表现出来那个样 我们管它叫风 你比如说前马疹 老百姓叫徐马疹 就人突然身上 骑一片疙瘩 痒 脑 然后过一阵又消了 来也不定 去也不定 来无影 去无踪 我们管它叫风 就符合中医给风的定义 风 扇形而受变 就经常在我们身上 有走不定 我们管它 身上出现这种症状叫风 还有人叫肝气喘 或者叫肝气痛 这人表出的是什么呢 就是说我身上疼 当然一会在这 一会在那 到医院检查又没有 人说你神经病 疫病 疫就是病字边 里面有一个意思 那个疫 就是你想象出来的病 其实它是真实存在的 这种有走不定 浑身疼症状 我们也叫它风 但是也有一些病症 跟风关系不大 它是约定俗成 管它叫风 你比如说叫中风 中风什么意思 轻度的中风 就是说我们讲 半夜睡觉 你管好窗户 找人一起来 嘴巴掩斜 对 一侧 半边脸的肌肉麻痹了 这叫什么 小中风 你被风给吹着了 还有现在人不是开车吗 开车 我们开车是左舵 驾驶员的左脸 吹的比较多 所以这方面也很容易中风 这确实是受风了 但还有一种大的中风 就是我们现在说的脑出血和脑梗塞 就是在脑子里面 某个局部 那个血液循环被堵住了 这是脑梗塞 还有呢 就是血管破裂 出现了水肿 把局部的脑组织给压破了 这种其实就是什么 我们经常说的这种偏瘫 严重的会要人命 偏瘫以后 抢救过来 醒来以后 它导致什么 你压侧了左边的脑组织 右侧身子就动不了 压侧了右边的脑组织 左边身子就动不了 这个脑梗塞和脑出血 我们统称为中风 所以你看那个同仁堂有几个样 打活落端啊 还有什么小金丹啊 这些这些药 说是能治中风 它指这个中风 可不是说是外面的风进来了 把你吹成这样 是我们脑血管出现意外 这叫中风 那还有你说这个痛风 对 痛风表现在是什么呢 就是他也痛风的最早期 他也表现在 游走不定的一种疼痛 有的人出现是脚的大拇指 疼固定不移 有人表现是 今儿我是左大拇脚指疼 又明天再疼 跑在另外一只脚 或者跑在膝盖了 或者跑在手上了 游走不定 我们管它叫风 但是痛风的发病原因 跟风还真没关系 跟饮食过于阴寒 不化 又被你吸收到了血液里面有关 所以痛风 我们是按血液病来治的 很多人最早得痛风 然后治疗不得当 后面就引发成叫单独 单独就是淋巴管炎 腿上一片出现感染 淋巴结出现肿痛 腹骨钩 腹骨钩的那个 鼠西淋巴结出现肿大 叫单独 然后还有人就下一步就 明显出现什么脑血管以外 出现中风 所以痛风 你绝对别说我是受风着凉的事 那痛风应该怎么治呢 一定要把吸入到 血里面的那种阴寒的东西 给它化掉 用什么化 针刺也好 针刺放血 把那种阴寒的那种污浊的黑血放出去 这是一个什么 给邪气出路 对 还有办法 就是抚羊派的做法 对 用大剂量的这种 心热的药 甚至一些有毒的药 干嘛 慢慢吃 慢慢喝 把那个体内等于血等于 给它过滤一遍 把那些阴寒的东西 化掉 化掉 其实就是什么 燃烧掉 哦 你阳气不足 就是说燃烧不充分 对 你看痛风的最后会导致什么结晶的 对对对 尿酸膏 然后那个 鸡肝和尿素蛋 就是现代医学的分析 说明它尿里面就肾的 通透过滤 已经出现问题了 对 很多东西就是什么 变成什么尿酸 甚至会沉积 沉积在骨毛上 那种疼是巨疼 他们有前两天开我玩笑 说我一千年之后 做话以后 因为身上有那么多结晶体 烧出来都 能烧出死了 但是这个痛风 这个痛用的是对的 因为它是阴寒 它不是疼风 它是痛风 对 以前徐老师讲过 疼和痛就很大 不一样 稍息休息一下之后 继续回来 过去看 不扭曲 不变形 知道自己是谁 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上古时期的生命智慧 皇帝内经 帮您轻轻松松活到120岁 重新发现中医太美 大家好 欢迎继续回来到国学堂 依然是和后普中医学堂 堂主徐文斌老师 一起来分享 这一个金贵真心言论 刚才讲到一个疼和痛的区别 其实以前我们在节目里面 讲过的 但是可能很多朋友没有听清楚 因为我觉得很精彩 请需要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疼和痛到底有什么不一样 疼 我最早意识到这个问题 就是我翻译 把中文中医翻译成英文讲课的时候 就是我就说 Pain Pain Ach 这个日语叫Ediitis 你到底把这个疼翻译成pain 还是把痛翻译成pain 为什么我们就是中国人有两个字描写 外国人描写的同一个东西 最后就说 疼和痛有什么区别 对 我突然发现自个儿是认字不识字 古书上 字典上去查 你就发现中国人有个毛病叫护训 一查 疼者 痛也 赶紧再查去痛 就跟以前很著名的一个笑话说 这么问 小姐 请问那个男厕所在哪 女厕所旁边 女厕所在哪 男厕所旁边 疯表 对 所以你发现好多古人也是什么 好读书 不求圣解 那他不求圣解 你作为一个医生来讲 你必须得求圣解 对 为什么 就是说 当一个人表述疼和痛的时候 他感觉是不一样的 我们研究这个汉字 它有音韵 对 汉字 现在有四声 粤语有九声 表达更充分 阳性的发音是一声二声 就是一 就是我们说疼二声 往上挑的 痛是什么 四声往下降 所以你看 疼了解的是什么 阳性的那种疼痛的感觉 往上浮的 尖锐的 前表的 开放的 热性的 这叫疼 那个痛的是什么 阴寒的 内敛的 沉闷的 那种感觉 在里面的 所以你看 我心疼你 和我为你感到痛心 情绪是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 是吧 你真是让我心疼 是吧 你让我心痛 我们是什么 用而不知 对 而且古人呢 告诉你了 疼怎么治 疼里面给你加个冬 对 凉冬的冬 意思是说 碰到这种开放的 阳性的 尖锐的 烧灼感的这种疼 你怎么 冰镇 冰服 是吧 这下叫止疼了 对 那个痛里面是个什么呢 勇 勇到的勇 是开发 痛者不通 痛者不痛 碰到痛者 你赶紧把这个通道 给它打开 对 自然就不痛了 对 你看我们 简单举个例子 你说 那人说我牙疼 我就问 你是牙疼 还是牙痛 对 当这个牙出现了什么 曲齿 里面有感染 里面有了那种出血 或者有了肾出液 或者化农以后 它那会儿 那个感觉 是痛 当你到牙科 人家拿着牙钻 给你开口 把里面的那种液体 开放 刷 放出来 叫什么 减压 马上 不痛 但是牙被打开以后 牙髓 牙神经暴露以后 你吸口冷气 嘶一下 那就变成什么 开放的感觉 疼了 所以开始不开放是痛 打开以后 暴露是疼 对 所以不一样 外国人其实呢 他没有这么分 他发音的时候 他也能表 你给他一点血 或者一扎人 他 嗷一声 往上挑 疼 哎呦 抽抽 往下降 痛 所以你看 医生认识俩字 临床上就能鉴别出 这个人 症状的阴性和阳性 阳病用阴质 阴病用阳质 哎 皆大欢喜 所以我说我们中俄很多问题 把汉字认了 识了 就解决了 嗯 是吧 对 所以命名命名嘛 有了这个名字 名不正 言不说 对 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名字呢 也跟他的命运有关 他有这个名字 肯定有他这个命 这个属性啊 他的这种格局啊 都在这个名字里面 对 刚才讲我们讲痛风啊 对 现在我们就是附带多说一句啊 因为这很多人有这个问题 我们这个节目也得紧密 为人民服务 必有焰于今 是吧 痛风啊 现在跟任何人说 现在大家都懂点意义 说啊 嫖淋代谢障碍 不要吃猪下水 不要吃内脏 海鲜 不要吃海鲜 不要吃豆腐 不要喝啤酒 你说对了 这是一个表征吧 我想想 这个嫖淋代谢 其实就是蛋白质代谢产生的一种废物 对 是吧 正常人能把它化掉 对 好像一时燃烧掉 分解掉 尿出去 没了 不正常人 就是有痛风人 对他就代谢不是很好 他就留在血液里面 体内 你想想 你不吃肉 或者你不吃海鲜 不吃猪下水 难道你就不产生嫖淋了吗 对呀 咱是个肉身啊 对不对 对呀 你也长了一身肉 你也有蛋白 你每天都在新陈代谢 你代谢出来那些嫖淋怎么办 还是有问题 所以你不摄入 嫖淋的根本就不现实 你可以不摄入 但是你不产生嫖淋 不现实 对 所以主要任务是什么 加强分解 还是加强分解 吹化剂把它化掉 对 加强你的小肠的温度 我讲过 小肠是什么 赤肠 热火 热心肠 里面给煤工作 提供一个条件 让那些煤 煤就叫吹化剂 让他们好好工作 把你代谢出来的东西 给它化掉 这是关键 所以不摄入那些东西 我一听 我就觉得 这人又是个有志无惠 怎么去帮助他化掉 记住 别在吃海鲜时候 您喝冰镇啤酒 你问那些痛风的人 基本上都有过这个经历 爽 我这次痛风 还真不是这么个原因 以前积攒 有可能是以前积攒 我吃过好几类痛风的病 一摸肚子冰冰凉 我上次不是说 那个pass wind的那个人吗 对 那个导游 那痛风痛多厉害 最后就是把肚子 那阴寒都一化开 一天放了一百多个屁 为什么 它痛风开始 也是一种寒气的凝结 寒气凝结以后 你把它就像阳光照射以后 它又变成水蒸气 变成气散开了 所以治疗痛风一定要加强自己这种 一个是小肠的温度 另外加强那个移线 还有同学问我们 就说你们中医里面怎么没有移线这个概念 我说我们讲的是系统 中医讲的心包括了现在医学认为很多大脑的功能 我告诉你 中医讲的那个三胶 就包括了现在的所谓的甲状腺 胰腺和身上腺的很多功能 一定要让那个三胶 三胶 热火 三胶在哪呢 三胶啊 三胶经络可以告诉你 三胶对应的内在的脏腑器官 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三个内分泌线 对 甲状腺 甲状腺 现在很多人甲状腺功能抗击 这就是上胶的火 甲状腺在哪呢 甲状腺在这个嗓子上 对 甲状腺 对 你看有些人甲状腺肿大以后 大家都能看出来 对 甲状腺 胰腺 肾上腺 这其实都是吧 内分泌线 其实就是推动我们身体工作 那个原动力 中医讲的元气 你看黄金内经讲 三胶者元气之别时也 三胶就是走元气的地方 一定要让自己的三胶的功能 和小肠的功能热热乎乎 痛风那个病根就被挖掉 哎呀 有道理 有时候觉得很惭愧 天天碰着徐老师 每个礼拜都碰着徐老师 还犯那么愚蠢的问题 说明什么呢 说明还是愚者 你替大家问 不见得你不知道 好 今天我们开始正式往下学习了 是吧 故春善病者 气溜 气女 是不是 求女还是吧 求 求女 对 这个两个字实在太难念了 不是 他是这样 求女 就是 冬气者并在世之 故 春善病 求女 就是春天容易得的病 是 求和女 求呢 有些朋友的手边上没有这个黄金内经 这个求呢 是左边一个鼻子的鼻 右边是一个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的九 另外一个 绿呢 是一个血 毛血旺的血 左边 右边呢 是一个丑 没丑的丑 求女 这两个字不好认 求的意思呢 就是鼻子边 一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的九 对 这个求的意思就是 鼻色流青涕 哦 这是常见的一个感冒的症状 是 春天受风了或者受寒了以后 鼻色流涕 女是什么 鼻子出血 哦 都是跟鼻子有关 对 春 善病求女 每周六周日晚十一点到十二点 梁东和您一起打通身体奇经八脉 探讨上古时期的生命哲学 这里是中国之声最新鲜的文化节目 国学堂 重新发现中医泰美 刚才呢 和徐文斌老师呢 讲到啊 这个 故春善病求女 这两个字念起来啊 不知道还以为像是 不像普通话啊 像陕西话 或者陕西话 就感觉 求女 求女 这样子 这个大家肯定不陌生 一说 我感冒了 怎么感冒了 有些人说 我嗓子疼 这一看一般 要不食火 或者受了风热 可是一说我感冒了 鼻色流涕 这一般都是受了风寒了 有人会受点湿气 也会流鼻涕 鼻子堵了 一说话囊囊的 鼻子也闻不见味儿了 但是呢 涕泪交流 鼻涕眼泪 有人有眼泪 有人没有啊 这鼻涕就不足的在那醒 醒也醒不完啊 这个 而且流的都是清汤寡水 黄帝内经有句话呢 叫 珠病水液 澄测清冷 皆属于寒 一看流这种 吸汤寡水的清鼻涕 像水一样 受寒 而且就是春天 我们说了 春天的是干气 受影响 它往脖子 往头上走 这就是风鞋上寿 所以先上到了鼻子 阳气给鼻涩住了 怎么办 碰到这个绿怎么办 对 球 对 碰到这个球怎么办 对 就是说我们感冒了 鼻涩流涕 对 还没烧起来 对 但是鼻子很不舒服 对 身体很不舒服 你老是吸不上气 晚上睡觉 你还张着嘴呼吸 对 怎么办 是不是应该 你看它既然它是寒 应该加点热 这儿僵把它拍出去 对 我们就用什么 新温开窍 截表的药 最简单的方法叫什么 我们就是用那种服气的办法 我们讲配服 配服 配是配欲 服是什么 带个香囊 服气是什么 就把那葱白 葱白拿开水煮了以后 你就倒在一个碗里 或者是杯子里 然后用纸给它盖住 露一个小孔 就用汤的蒸汽 带着葱香味 那个蒸汽 闻 倒在水的 就是你就趴上去闻它 你拿纸 把它盖子盖住 我留个小孔 对 这不是气就集中了 对 这一闻 立刻散开 通窍了 葱辣鼻子 酸辣心 葱白是个通都卖的药 我们商寒论 抢救那个人快死了 不行的时候 有个叫白通汤 所谓白通汤 就是在通麦思逆汤的基础上加了葱白 就它有一个什么 整份人的元气 就是都麦的作用 就叫通窍了 还有人说什么 你不是闻变味吗 流吸鼻涕吗 就现在流行那个有种方法叫取涕法 什么取涕 那个纸条 纸条捅鼻子捅 这个我告诉你 在一定状态下有用 就是当你的阳气快出来 没出来的时候 你捅它一下 让它出来 如果你根本鼻子那都没有阳气 你把鼻子捅烂了 你也打不了喷嚏 白捅 这其实就跟人致阳尾一样 它根不在那 对 对不对 关于致阳尾的问题 以后我们专题讨论 因为这个问题实在太过宏大 是吧 那个 我突然发现 闪过一个很奇怪的念头 你说这个冲白 它是通都卖吗 是吧 那按道理说 天天拿闻冲白 或者吃冲吃的多的人 会长胸毛 胸毛是冲脉 你这 主持的节目太多 你都混在一块了 都卖在那 都卖在背上 后背 对 它主羊 对 胸毛是冲脉 对 所以冲是通都卖的 明白了 通都卖的 有几位要是通都卖的 你看 犀脚 犀牛脚 犀牛脚 你看他长在什么地方 对 他长在鼻尖上面 对 正好是都卖的一个 都卖的 你真的是 你说不能不佩服这个曲类比较能力 就是 我记得洪燕老师不是说那个 洪燕老师 洪燕老师说那个陆荣 对 我跟洪燕老师很熟悉 而且我跟梁东认识都是洪燕老师介绍的 他说那个陆荣是也是通那个都卖的 对 我跟他有点不同的意见 啊 陆荣嘛 你看他长在哪 他不再长在正中间 对 他在两边 他有膀胱筋那么通 他是什么 人 动物长鸡脚是为什么 决斗 对 是吧 鸡脚鸡脚决斗的 对 决斗打架的 为争执这个升职权而打架 对 所以你看打架是哪 陆法冲冠 啊 陆荣是什么 陆荣是最好的 不干血的 干的气血的 为什么陆荣能治阳尾啊 对啊 因为 干主中筋嘛 对 中筋 你看你还记得 所以这个人 人长的这个 就是动物啊 就长在什么部位都不一样 你看 蝎子 蝎子有毒吧 对 蝎子盯人哪哪盯 那屁股后面那个 屁股后面那是不是毒脉 对 对对 我们用那蝎子尾啊 就是解那种毒脉里面受的寒毒 你比如说你特别严重的这种 受了阴寒了 都入到骨髓了 就伤到人的元气都脉了 对 比如说僵肢性脊柱炎 嗯 这完全就是毒脉上的病 对 你用一般的藏木药 都没有用 怎么办 血肉有情制品 用动物药 动物药里面有个 我们过端午节有五毒嘛 啊 蝎子 乌拱 蝉雏 还有个壁虎 还有个蛇 嗯 你看 只有蝎子 喷出那个毒 是毒脉上毒 你用它这个毒 供你毒脉上的毒 有效 有意思啊 蝴公咬人 就不是毒脉上 蝴公是拿牙咬人 对 也在两边 就不是毒脉 牙应该是属于 肾之鱼 是吧 牙又肾之鱼 但是它没长在中间 哦 那它跟蝎子 后面那个毒就不一样 那蝴公毒 还解什么的呢 蝴公也是乳肝的 哦 蝴公那个毒也乳肝 所以我们治疗一些 你看啊 呃 你被蛇咬了 嗯 谁能化解蛇的那个毒 蝴公 嘿 好多蛇药里面 百分之百蛇药里面 都有蝴公 真的像乙毒公毒 哎 那个筋饼 我刚才说 那个蝎子 治那个僵质性脊柱炎 那个毒脉的病 嗯 筋饼 就是一般的我们的关节 啊 就是肌腱 出的这种问题 解这个毒 蝴公 嗯 因为肝竹筋嘛 它那个收风啊 我们说能把 种的很深的风 搜涕 就好像那风跑到你的肩上面 我一刀一刀给它剔出来 就那好作用 哎 真有意思啊 哎 那个 我给你说起这个事 我想起了 以前还拿那个虎的骨啊 嗯 来去风 这是怎么回事呢 虎骨啊 你看龙生云 啊 虎生风 就是从虎生风 哎 虎虎生风 这个虎对这个风的这种驾驭能力是最好的 嗯 而且这个我们讲治疗这个左半边 嗯 左半边比如偏摊 嗯 你偏在左半边 我们一般都用鹿 鹿龙或者是鹿角 因为什么 左边 左生 气血生是属肝的 对 右边是主降的 对 如果你右半边的问题偏摊了 对 不能动了 我们一般都用虎骨 对 右白虎吗 左青龙右白虎 哎 你知道为什么左青龙右白虎 哎 因为又龙 龙是不是跟鹿是一样的 都是那个 对 真的吧 是一样的 你看啊 如果你到了澳大利亚 哦 那就什么 左白虎右青龙 对 为什么说左青龙右白虎 是我们什么 万物复阴而抱羊 对 从气以为和 什么叫复阴抱羊 嗯 复阴就是背复的阴 嗯 被我们的阴面是什么 北面 抱羊 怀抱的羊 羊是什么 南面 南面 这时候你的左边是东还是西 东 东嘛 东嘛 对 所以就说左青龙右白虎 你到了南半球错 就就整个打一弯 所以他们曾经有一次送给我一张南半球的世界地图 哎 哇 是完全不一样的世界地图 很好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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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很有意思哈 嗯 刚才呢 就说春病啊 春山病 球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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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啊 就是我们说这个碰到这个球就是鼻色流青涕怎么办啊 还有几个疗法 我们以前介绍过 暗柔鼻孔两边啊 鼻翼两边这个银香穴啊 就是铜皮翘的 对 还有呢 就是你的鼻根在哪啊 鼻根在我们这个眉头 对啊 眉头这呢 就是两眉之间 两眉 眉头这有两个穴 膀胱经的第二个穴叫斩竹穴 嗯 斩是那个斩前的斩 嗯 竹子是竹 竹叶的那个竹 这个他解剖位置呢 他这叫鹅豆 我们很多人有鼻豆盐 嗯 银香 你把它打开挖进去 它叫什么鼻豆 嗯 就是斩竹眉头这叫鹅豆 啊 这都是容易什么 积累鼻涕啊 粘液 就是肠污纳垢的地方 哦 包括人受了很多寒气 当你把这个银香和斩竹揉开以后 揉通了以后 自然鼻子就通了 其实我刚才还有一个很奇怪的问题 就是这些鼻涕这么多 啊 醒又醒不掉 醒不干净 这个春风吹又声 到底是从哪来的呢 稍次休息一下之后 继续向徐老师请教这个问题 从医学到哲学 一样的皇帝内经 不一样的新鲜观点 梁东徐文斌一起发现中医太美 重新发现中医太美 仍然回来的国学堂 向这个后普中医学堂堂主 这个徐文斌老师请教一个 困扰了我三十多年的问题 嗯 就是我小的时候也试过这个醒鼻涕啊 就每次醒都醒不完 永远醒不完的 你说他哪来的呢 醒不完说恭喜你啊 你肾经很足啊 真的吗 人体的体液 人体的体液都归一个藏管 谁 肾啊 肾 肾肠经主液 这个液是指的我们的体液 所有的我们的血液 肋液汗液 唾液 包括这种精液 阴道分泌液 都是肾经所化 你说你鼻涕流不完 这就是在 那是很久以前 对 就是说有的人鼻涕流不完 其实这就是什么 人的肾经 这种鼻液啊 粘液 它有个什么 保护自己身体作用 它一个是滋润 另外呢 就是把一些污浊东西带出去 你咳嗽 带着痰 鼻涕流的这种液体 都带这种 细菌啊 病毒 有形的无形东西带出去 但是你老这么流的话 或者这个病人老这么流 就明显出现一个问题 记忆力下降 嗯 上肾 我们说肾主治 对 治就治气那个治 其实就是日治的治 你老这么流这些液的话 就是什么 记忆力下降 所以中医管一种鼻豆盐 老流这种鼻涕 还是简直浓鼻涕 特别粘稠 粘稠说明这种流的液体质量高 是吗 对啊 轻鼻涕损失小 稀薄 给你盛碗饭 吸汤寡水的 就没消耗你多少粮食 对 对吧 给你盛碗稠粥 是不是消耗你家粮食多 说浓鼻涕对身体伤害大 对 浓鼻涕伤害更大 所以最后 中医管这种 鼻豆盐流浓鼻涕 给起个名 不叫鼻豆盐 叫什么 叫什么 脑漏 你把脑子都流完了 脑漏 形象生动 你看我们中医对这个认识 认识很深 所以大家千万别忽视了 这种液体的损失 有人我要出大力 流大汗 微微出汗就行了 你看伤寒论 桂枝汤 喝完桂枝汤 张仲敬交代的很清楚 是吧 一定要什么 复取 微似汗 搓 热溪粥 一生鱼 什么 微似有汗 变身折折 微似有汗一家 不可另如水流离 微微发展汗得了 你要出汗出那么多 洗的 把自己闹成 跟水鸡子似的 伤色 可是我们现在很多人 出大力 流大汗 是吧 吐脱 流鼻涕 增上拿 所以小的时候 有的时候我们喜欢玩那种 吐口水游戏 不相吐 其实我妈打我 伤圣经的 怪不得 伤圣经的 你说我妈虽然文化程度不高 这个觉悟很高 不是 很多民间的智慧 都深深印在中国人的生活的这种习惯里面 可能人家不知道怎么回事 但是千百年人传承下了 对 你比如说蒸桑拿这事 对 我们现在很多人效仿芬兰人 对 先蒸着自己浑身热的跟个螃蟹一样 然后冲出去就跳到那个冰池子里面 扎 扎一下 他觉得这样就是锻炼身体健康 你不让你看没看过那个雍正王城那个电视剧 没看过 看过 但你说哪集 里面有一个细节 就是雍正没当皇帝之前 他爸爸老不是委派 他干一些不好处理的事 对 吹脚借款了 国库借款了 到什么收什么账了 就不好办的事 这个雍正有心计 他也不当面拒绝康熙的委派 他回家以后干嘛 他先拢了一堆火 自己在那烤 这相当于什么 蒸桑拿 出一身汗以后 闹了一池子冰水 啪跳进去 第二天怎么了 高烧起来 高烧起来 最后雍正派御医一看 真烧 雍正还不信 自己亲自一看 这一看烧着一塌糊涂 只好呢 不让他派这个菜市 你看看中国人的体质 先热一凉 高烧起来 这玩命吗 外国人人家人种跟咱们不一样 对 人家那些就是 生完伤他 跳冰水 烧 然后没烧过来 死 那个人 那个人总是已经淘汰了 留下的都是 耐寒 耐热型的 我们中国人千百年来 是被呵护长大的 你不要去那么折腾 人家都是相信 进化论 进化过来 进化过来 我们也是不相信 该死了 该死的都死了 不要瞎折腾 刚才讲的一个字 球 另外一个是绿 一个血字边 毛血旺的血 一个丑陋的丑 这个字念绿 就是女生的女发四声 一般还不好找 这个绿的泛指很多出血 就所有 基本上所有的出血症 都叫绿 但放在这儿了 我们就把它联系成鼻绿 就是鼻子出血 这在几期节目 人们都谈过 因为梁东说过 自己小时候 经常鼻子出血 这是感受到了一种热血 春天加上风热了以后 他就不是流青鼻涕了 是什么 出鼻血 这种老百姓都知道怎么办 怎么办 脑门上拍凉水 对 已经没用了 脑门上拍凉水 然后呢 薄厚鸽拍凉水 还有 还有脚心拍凉水 脚心还有呢 用那个蒜 刺激性比较强的蒜 就贴在那个脚心 那个泳泉穴上 是 也管用 最野蛮 最直接 最有效的方法 就是你说的 拿个烧红铁丝 吃拉 给鼻孔里面那些 毛巾腰杆给焊住 往事不要再提 人生一直以夺风雨 但是这个有个不好的 就是说当人的热气 鼓舞起来以后 他从鼻子里出来 毕竟是个出路 对 你给他封死以后 他会不会再找别的出路呢 对 是吧 所以我们不赞成这种方法 怎么办呢 第一 就不让他受这种热血 第二呢 受这种热血以后 给他 就是化掉 或者降解掉 我们治疗这种方法 有一种茶 叫什么 白毛根茶 就用那个新鲜的白毛根 或者是干燥白毛根 煮水以后喝 白毛根这个药呢 它有非常好的凉血 止血的效果 一般我治疗一些 就是阳气比较足 或者孩子 食火比较大的这种孩子 出现老 出现那种反复的鼻子出血的话 我们就用这个方法 给他把那个 血里面这个火 给他卸掉 你说我这个 把这个鼻子 这个拿那个 那个烧红的铁色 扎一下 把那个毛细血管 都烫了之后 以后就不流鼻血了 会不会落下什么病根呢 会啊 这个血会往别的地方冲 冲到别的地方 别的地方冲 就变成就愁在那 堵在那 不见得会堵 它可能会激发你某个灵感 但是如果你把 血的背后那个能量 认识到了 你把那个气 那个劲儿给他卸掉 不让他动你的肝 不让他动你的风 他自然不出血 反正那个时候 流鼻血最厉害的 有一次 我产生了强烈的那种 那种绝望感 我怕我流血流死 没事 后来我就 后来因为堵不住 那个时候用各种方法来堵 我堵不住 我就对着那个马统滴 滴到65滴的时候 我就数 我看你怎么滴 我想大不了 就跟我 我去献血了一样 是吧 少吃一个鸡腿而已 对 结果呢 都滴到65滴 它不第一了 那次事情 给我人生巨大的 巨大的改变 是什么事情 历练了一下 你什么事情 你放眼 放眼凉 是吧 那话怎么说来 什么放风 风物常意放眼望 放眼凉 还是放眼望 毛主体说的 那什么意思 那句话 别算小账 别老算小账 不算大账 别老计较眼前 不看长远 是的 所以呢 就是就叫求虑 求虑 你说是不是很像 陕西话 或者陕西话 或者你就这么记 是吧 窈窕树 你君子好求 求的那个女 结果变成了个女 你们那个时候 被人家认识 记得吗 这个鼻子出血 刚才这个 徐老师讲过 其实现在 还有很多年轻人 的确也常常有 发生这个事情 如果临时性的 急性鼻气出血 你也来不及在底下 脚底下贴这个蒜片 那怎么办 有没有掐哪个穴位 可以好一点的 这个就是我们讲 都脉的阳气过旺 这和我们刚才讲 那个都脉受寒 正好是相反的 一般来讲 先说如果是 这个鼻子急性出血了 我们脑门上拍凉水 脑门其实是什么 也是肚脉 印堂上拍凉 还有就是在后背 肚脉上几个重要的穴位 给它扎针放血 那放几滴血 可以拯救鼻孔里的一堆血 对 它那整个气给卸掉 就把那个劲卸掉 我们老看见出血 你没看见 推动它那个血 推动的那个气 还有呢 切记就让人这个仰脖子 对 这个血如果不出来 倒流在嗓子里面 形成血很快会凝啊 形成血疙瘩了 会呛着人的 我那个时候就这样啊 对 就大口大口吞的 我那个时候 直接的想法就是 反正都在肚子里 肚子都在锅里 三国不是有个 潮潮有个猛将 被人一剑射中眼睛 你猜这哥们多猛 那怎么了 夸一下把这剑连着自个儿的眼珠子 蹬出来 一口吞掉 还说了一句话 复经母学不可弃 你看这种道家思想深入人心 人家自个儿咽下去 绝不浪费 绝不浪费 对对对 所以这个要小心呼嗓子 还有呢 就是都脉上有几个穴位 是卸人的阳气的 大锥穴 在哪儿啊 就我们说颈椎有七节 颈椎跟胸椎的结合部 就是我们一弯头 结果后波梗子就突几一块 在那个突几 它其实那儿就是第七颈椎的颈突 它那下面的穴叫大椎穴 一般我们治疗风热感冒 治风热感冒 手取的一个穴 就大椎穴 大椎穴扎完以后 给人一种什么感觉 清凉的感觉 为什么我在大椎穴 就有一头厚厚的滋味 我妈也有这样一头 是否很多人都有 不见得 有的人 大椎穴底下有一个城 保护层的话 肚脉比较好 还有一个穴 就是我们上次讲 二十四节期对应下肢的 那个穴 就是第七胸椎极突下 那个穴叫致阳穴 致阳相当于下肢 阳气最旺的穴 它凭哪了 就是我们肩胛骨的下缘 你拉一道横歉 穿过都脉的那个部分 正好就是第七胸锥 因为那附着着一层隔肌 这两个穴是泄我们都脉的 就是有了血火 洋气的 最好的穴 比如说有些人不知道怎么针穴的 可不可以拿个勺 在背上刮一下沙 可以 刮沙 我认为是泄身体 或者体表的 邪热的最好的方法 您现在收听的是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中国之声最新鲜的文化节目 国学堂 辅佐中国文化发扬光大 重新发现中医泰美 依然是和后补中医学堂堂主徐文斌老师 一起来学习 故春善病求女 种下善病胸乐 胸鞋 鞋什么意思呢 正前胸 前面叫胸 后面叫背 两边叫鞋 我以为一直觉得那地方是肋骨的地方 所以那地方应该叫肋 是 鞋是由肋骨组成的 对 但它两个都不一样 鞋是指一片 肋是指肋条 就是我们吃的排骨 一根一根那是肋 他们俩 他们俩成一片叫鞋 前面我们 你熬什么熬 南风生于下 前面讲过 南风生于下 病在心 疏在胸鞋 疏在胸鞋 你看那个仲下 我们说了 仲下 善病 胸鞋 其实就是什么 夏天是南风 瓜南风伤了心了 它体现在什么 胸鞋的不舒服 所以有一些朋友说 老说这个 这个气得我肋骨疼 说的就是这个 对 肋铲子疼 这就说 所有感情问题 其实都动了人的心包了 有的人说 我怒伤肝 伤肝之前也得动心 没经过新的同意 他伤不着你 没经过新的同意 他不会影响到你的五脏六腑 所以这个夏天的容易发的病 人会觉得什么 胸闷 老想长出一口气 这些人觉得胸闷气 还有人表现什么 老在那不听叹气 对 中医讲善太息 你到底问他到底有什么事 他也没什么过不去的坎 或者难办的事 他就形成了这么一种习惯 就在换气 还有人就表现什么 就两邪 两邪的这种胀痛 不舒服 还有人的表现叫义愤填阴 对 义愤填阴阴在哪 阴在哪 对 猜猜阴在哪 阴在乳头上面 那地方叫阴 不是 那有个穴叫阴疮 你查一下经络 主要命未经 它叫阴疮穴 生气了以后 本来是泪 两个泪过头 这个气要升大发了 往上顶了 顶到这个前胸正面了 叫义愤填阴 太神佩了 你说平常都讲义愤填阴 都不知道基因在哪 不知道基因在哪 胸阴 我们说这个胸阴 就是胸的正前方 有些人表现 我们上次说了很多乳腺病 某些学科 或者某些医学 只关心到认识道 是乳腺的问题 对 可是中医作为一种 智慧的医学 这个博大精神 他明显意识到乳腺根 什么有关 是根胃有关 是吧 另外什么 跟心包有关 心包经起的那个第一个穴 我讲过 心包经第一个穴叫天池穴 在哪 乳头外上方一寸 对 在第四五肋骨中间 这是叫天池穴 对 很多人得乳腺增生 乳腺纤维瘤 乳腺癌 就在这个位置 你看我们医学是这么分 就把乳腺 作为中间的乳头 当为一个圆点 对 它分成四份 对 靠外面 这四分之一 我们叫外上向线 对 下面叫外下向线 对 也还有内上内下 对 这个乳腺癌的高发地方 就在外上向线 就是乳头外上方 对 而乳头外上方 正好是我们心包经的 那个起点 叫天池穴 所以常常义愤填膺的女士就要注意了 义愤填膺或者伤心 动情 所欲不随 心情不好 都是乳腺癌的诱因 到现在医学院没发现 这乳腺癌到底什么原因造成的 我告诉你 中医讲了 伤心的人才得乳腺癌 不伤心的人永远不得乳腺癌 脸皮厚 心黑的人不得乳腺癌 我们现在偷偷一下 马上就分手还击 然后双双毙命 所以前两天 那个刘立宏老师来讲 他说有一个老和尚 曾经有段时间入定 入定 入完定之后 很多人已经被他死了 结果是虚云大和尚 是虚云还是红异法师 说他不是 他是入定了 于是用那个钉 钉一下 他就出来 出来之后 大家都觉得要考验他能力行不行 于是就有设计了一个情景 说他把他他把那个庙里的钱偷了 结果呢 大家在诽谤他的时候呢 他也不申辩 就如如不动 对 就说诽谤他的人 站出来说不好意思 我们就是考验他的这种定力 就说其实讲的是一回事 不会让你病在胸邪 对 你想想胸邪都是什么地儿啊 对 不会让你因为人家的无理 而伤害到自己的健康 对 胸邪保护的都是我们最重要的仗迹 除了脑壳里面藏着脑髓以外 下的最重要就是胸邪 胸邪里面我们主要重要的仗迹 肝心脾肺肾都在里面 正是我们的胃啊 肠啊都在这个下面这个柔软的肚子里面 没有任何保护 是吧 所以这个想要不病胸邪 先不要伤心 想要不被伤心 第一要避外面的这种自然的风 另外什么 风刀双剑 言相避 人言可畏啊 你跟很多人相处 大家都披着张人皮 可是你要知道 很多人是披着人皮的狼 他说出那些话 言辞很恶毒的 是吧 他做那些事也很会伤害人的 如果你不注意防备的话 你被伤到 所以呢 这个仲下 散病凶邪 是吧 咱们今天呢 在节目快结束了 也不往下下上讲了 讲了两句话 春病和夏病 其实您说这个胸邪啊 他有些人是不是痛 比如说有些人脂肪瘤 长在胸邪上 这时候说明什么问题 脂肪瘤啊 我现在慢慢接触很多人 我发现大家都有这个问题 对 前天有个杂志采访我 他那摄影师 一伸胳膊 我一看 呵 咯里咯啦 全是这个 对 他说徐大夫 这有治吗 我说 你治过吗 他说我找过来 医生说这遗传案 我妈 我不是 我姑姑 我爷爷都有 我说那人家 他说就开刀拉 取掉 这得拉多少刀 千刀万剐 拉不完 而且更可怕是什么 拉完以后他还长 对 所以这不是办法 中医把这种病叫弹核 对 不管他是脂肪瘤 还是神经纤维瘤 我们管他 为什么说叫弹 不叫瘀血 因为他摸上去是光滑 可移动的 瘀血是什么 摸上去是什么 坚硬的 沉滞不动的 它软硬度不一样 所以这种病呢 第一件事 就是记什么 记口 怎么来的 就是吃那种 第一就是喝冷饮 第一就是喝冷饮 第二呢 第二就是 对 就不好意思 吃水果 是吗 弹湿 你想想 造成人的弹湿 就是让你的体液 变得粘稠 不流动的原因 就是这个 水果 冷饮 对 所以有些人去吃 把水果放在刨冰里面 哇 那是很到家了 所以我那天 正好我们 这个工作完一块吃饭 我给他点了个菜 你猜我给他点了个什么 点热的 青草丝瓜 啊 丝瓜是去这个的 丝瓜是专制这个 浑身长这种脂肪瘤的 而且我还建议他买那丝瓜 瘀子在家里去洗碗 然后泡澡的时候 拿那丝瓜瘀子搓涨 我给点了个丝瓜 还有个点了一个那个什么 萝卜皮 啊 没吃萝卜心 专吃萝卜皮 我说记住 以后这就是你的家常菜 你天天都得吃这俩菜 这是化痰的 化痰散结的 还有我们以前讲过那心慧陈皮 啊 还有陈皮里面那我们吃橘子 都包下那个白丝 对对对 橘落 橘落对 橘落和丝瓜落 都是最好的治疗这种 瘫痕的药 哦 你知道我怎么就 古书上记载 你知道我是怎么实践出来了吗 我给一个老先生 七十多岁了 跟我父母年纪长 也是我们老家的 我给他调 调 就调保健嘛 每当换剂啊 我就给他调解一下身体 他有点心脏的问题 也有点血液 粘稠度高 也有点脂肪肝 我就给他用这化痰散结的药 最后他不是来复诊吗 复诊以后 他特惊喜的告我一件事 他说徐大夫 你不知道吧 我有一个特大于毛病 我说什么毛病 他说我这个屁股底下 就长了一个像核桃大一个 这么一个 就是这么的弹核 西医说是脂肪瘤 反正一坐下就割屁股 当你让我拿刀 拉了他吧 他也不愿意 父亲母学不可弃 身体发和受之父母 不可亲戚 他说自打我吃完你这个月的药以后吧 我这个弹核瘪了 就里面就变成个 就是里面本来是充满了那种脂肪或者是什么粘液 变成个空壳了 这是我亲身实践出来的 所以我就推荐给他 所以你们说谁身上有这种东西 第一 忌口 冷饮 您别喝了 绿茶 您别喝 水果 牛奶 您别沾了 这些都是化痰生湿的东西 第二呢 常吃点什么 丝瓜 用丝瓜洗 菊萝 还有什么 白萝卜 或者吃那个新日美萝卜皮 还有一个药特别好 南瓜籽 南瓜籽 炒熟南瓜籽 客气 南瓜籽我们中医是用来治疗 原来人吃那个猪囊虫啊 得了那个猪囊虫病 终于用南瓜籽了去削的 所以这几位食疗平和啊 大家都都生气 说徐老师不回答大家问题 不给开药 没法开药 那种毒药 只有这几个算药食同源 大家可以去试试 好了 感谢徐老师 也希望我们的所有的朋友呢 都能够尽快去掉身上的脂肪瘤啊 别了 发生内心的这个期望啊 好了 下一周同一时间 依然是重新发现中心台北的国家堂 再见